书记上回 正说到冬陵投进了皇宫四永正 这一次冬陵失败了 一是殉正手下有四大魔头 那就是辽宾四摩做御前侍卫 冬陵一斗四根本都不了 再一个那是皇城壁垒分岩 有上千名侍卫里面不伐高手 同龄一个人说借皇宫要杀永正 那谈何容易 还多亏来了这么一位不知姓名的白衣少年 帮着同龄从皇宫里边啊 窜出来 还四摩行动一锥 而四摩眼看着给同龄追上 还没料到 就在那道边蹲着一个人 早就给四摩准备上了 那说这个人是谁呢 他不是别人 正是头顶太极 脚子大挂 乾坤妙手 天下第一边老侠 王石谷 上文书这么说了 王石谷和同龄 住在外层的一家老店 同龄为了不连累 年过八十的王石谷 看王石谷睡着了 这才拿好兵人 进宫行刺 可同龄刚走 王石谷就醒了 按说王老侠的耳音 同龄一出去就给听着 不过到了北京忙着两天 那两三千没眨眼也够乏的了 老爷这么大岁数 所以说同龄出去以后 他才醒过来的 一看旁边的床上空着呢 没人 按照不好 可能海川进宫行刺去了 王老侠一看同龄 自从见着重群侠的骨灰之后 一句话也不说 一百天的饭里吃 就恐怕呀 他一时冒失禁忌 那现在没了 那肯定是去了 王老侠是赶紧抄起了自己 十三节人骨宝鞭 往腰中一缠 登上鞋子 飞身出殿 取道直接跟皇宫而来 其实王老侠已经来完了 同龄是大闹皇宫 已经在里边啊 跑出来了 王老侠一看啊 海川 和一个白衣少年在前面跑 后背有人追 后背追的人是谁 一个大喇叭 手中拿铲上 就瞧那速度好快 这劲儿也小不了 我王石谷 要明着过去一趟 恐怕我也难以取胜 得了 我还是暗中给他一下 可以说王老侠 创江湖这几十年来 还真没偷得下手 来这么一下子 可是今儿晚上例外 只见王石谷 一抖十三节人骨宝鞭 随着身子往前一蹿 哎呀 法红喇叭正往前跑呢 就见一道歪光奔自己腿掺来了 法红不愧是刺魔的头一目 武功高于他这几个十亿 你看他身躯十分胖大 哎 轻功还是不错 眼瞧那边 给他迎面骨砸上了 就进了脚底里一坐地 甚至还往前跑呢 可是就悬起来 边 再在脚底下蹚过去 但是王石谷 也不愧为天下第一边 这边过去了 招没用脑 跟着办法一较劲 是当时打来一魂 这边往回一来 这老喇嘛法红 洗一窝砸上 可这边 是砸在后面的洗窝 足比砸前面的迎面骨 要轻得多 后面不算是要害 可那砸的法红 也筋骨欲裂 身子往前 撇起了六七步 用惨张一鼓钉 嘚嘚 这才战呢 气得哇哑爆笑 哇哑 他回转身形 要奔偷袭他的人 这王石谷 今夜根本就不想练战 他挡了这一招 再看图林 又跑出去好几十步 回首 双边 一转身 奔偷林就去 王石谷这一跑 可把法红喇嘛气坏 哎呀 暗算 我出家人 现在你要跑 跑不了你的 他随后就追 但是王石谷和 叫什么话 我们弟兄 不得同生 共死吗 哎 还说呢 这个孩子 哪来的 他是谁啊 王石谷纳闷啊 这个图林 今次皇宫 怎么领回来 这么一个少年呢 这小孩 别看岁数不大 可够精神的 腰里边还带把剑 图林看看少年 今次我也不知道 他是谁 可是没有这孩子 我就不可能活着 从皇宫 图林就把这少年 怎么在皇宫里边 帮他忙 还刺伤了三名 防远徒的事情 就说 哦 王石谷心里边 很喜爱他 像他一伏身 把这孩子手拉住了 娃娃 你姓什么 叫什么 太阳 你武术还不错 师父是谁啊 你为什么 要帮同一家 告诉我们 我们心里边好明白 老人家 原来您就是天下第一边 我久仰您了 嘿嘿嘿 王师公一想 这孩儿小还说大人话呢 嗯 我也早知道 这么八方子敏昆仑侠 童侠各的大名 要问我师父是谁啊 嗯 哎 这小孩啊 眼珠子一涮了 随一嘴就说一句 啊 我师父是个和尚 不过法号叫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属于哪个门的 我也不知道 我师父武术挺高 教我这个 教我那个 你没看见吗 这把剑呢 也是我师父给我的 我师父他老 就告诉过我呀 练武术的 应该寻侠 仗义 除报安良 这不吗 昨天 我听到个消息 说的 殷政皇上 毒酒害群侠 要死那么多人呢 我心想 即使这样 我们武林同道死了 我理应报仇 这才仗剑入宫 嗯 正好碰着同一夹克 和那几个人打着 我这才过去帮忙 嗯 我呀 姓白 我叫白无双 哦 姓白 这同林 看看王老侠 王老侠看看同林 他们俩听着 是不明白不明白 你今天的孩子 说是跟和尚学武术 和尚是谁啊 连孩子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无论怎么说 这孩子确实是当了我们的大忙 我们不能把他当外人呢 哎 再以为 这孩子还无父无母 还没家 哎 这白无双就说了 兔侠子 王老侠 看来咱们 要么有缘 我呀 就想跟着你们了 你们往哪去啊 我就跟着哪去 你看行不行 同林点头好吧 我带着你 天光大亮 王守谷跟同林说 北京不可久留了 这进攻一次雍正 雍正不得派出了英选 私下捉拿咱们呢 受离此令 而且远走高飞 干脆 上我广东 龙门县青龙街八个堂 咱跑出那么老远呢 就他知道咱们在那 他想抓咱们 也不易 同林点头同意 就这样过午的时候 他们混出北京城 同林跟王氏古一说 先到 众群侠 古灰 埋葬出 去祭奠祭奠 汪老侠同意 就这样 他们又来到西之门外 这片树林里边 就给啊 买古灰这个地方 顾一下 同林不想到 众位老侠致死 心里边还差了点 出井伤井 泪如雨下 过了许久 这才站起身来 同林王氏古 外家这孩子 心里边都暗暗发誓 一定得摘了 英正的脑袋 要不杀了这 暴行英正 怎么对不起这些人呢 同林 又赶到了 京南大洲 同家村 给父母 上了上坟 又见了自己的兄弟 同管 告诉同管 今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自己要远避广东了 为了防备 英正加害 哎 你呀 也得回避回避 到别的地方躲一躲 这兄弟同管一听 当天领着家圈 就离开了通家村 同林随着王老侠 带着孩子白无双 他们鸡餐可饮 小心夜宿 就这一天 来到了广东 龙门县 和一进 这龙门县 王十五的老乡是太多了 这乡里乡亲都都知道 王十五不但武术高 而且一道高 那在广东一带 是文明的老中医 妙手挥春的 时不时在大街之上 就有人和王十五打招呼 这小孩白无双 眼睛就不够看了 都瞧瞧 希望啊 一看别人都这么尊重王十五 他也跟着得意 他挺美的 到了八卦堂了 王十五的弟子 看着师父回来了 赶紧跪走 磕头迎接 这些弟子啊 都是跟王十五学的 行医的 给人看病 不是学武术的 王十五 先领着同龄和这孩子 到后面 见自己老伴 早在几年前 同龄就时劳请八卦 八卦对太极 来过这地方 见过老嫂子 老嫂子还认识她 一见面是问长问短的 可是问来问去 把同龄问落泪了 哎呀夫人一看愣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十五眼泪也躺下来 还如此这般 一介绍对群侠被害的事 气得老夫人 是虫须不足 只咬牙 嘿 与你更认真这小子 太该傻了 老夫人看这孩子 喜欢的了不得 再说这孩子白无双 也会留起 跪倒磕头 老太把他拉起来了 立刻告诉 家里边的人 马上给孩子 量量这个身上 做几件衣服去 你看这衣服都 破烂不堪的了 这孩子到这 那简直就跟 家里人一样 里里外外 跑跑答答的 显得呀 十分糊涂 可是同龄到了 八国堂的第二天 就病下 王十五知道 同龄这是心病 你可当时 看着重轻杀 被害死了 那骨灰埋在地下 同龄没有病搞 那是一股火脱的 要杀匀症 可是现在来到八国堂了 这气慢慢往四肩一撤 这病上来 同龄是卧床不起 就王十五乃是老鸣 那蜜发龙不少 一般的头疼感冒的 吃两副药 立竿见氧就好了 可是就给同龄看之 足足有一个多月 吃了好几十部汤药 同龄这身体还渐渐好转 就这些日子里边 这小孩白无双 给同龄是熬药煎汤 床上床下伺候着 哎 同龄更感觉到 这孩子呀 很亲近 哎 就这一天 王老霞正在自己的小方厅 坐那喝茶呢 白无双在外边进来 妈妈给老家跪下 哦 凑下把茶水放哪 无双啊 你规规矩矩的给我跪下 干什么 老龄家 我有一事相求 说吧 你这孩子啊 通情达理的 只要你要求的事 都是我应该为你办的 你说出来我就答应 真的吗 真的 那师父在上 必死有理 黄师傅一平成功 光我叫师父 你别的事我都能答应 就这事了 我还真不能答应 白无双脚脸张吐红 把组织掘起来了 老人家 你不是说我说出事 你就能答应吗 我一想 你老是大清国朝 三世三路群侠 那是第一路侠客 编也好 就第一编 各种功夫 因为别人都强 我呀 虽然跟师父学过 可是我这招数 我不扎实 我只有任您的师父 我才能有出息 以后我学好武术了 好杀瘾症了 王师傅把孩子拉起来 拍了拍了肩膀 好孩子 你不就要跟我学武术吗 别跟我叫师父 因为我王师傅这么大年岁了 我没有精力 手把手老教你 可也一样 我会尽力而为 把我这编法 把我这掌术 把我各种功夫 只要你愿意学的 我都愿意给你 我这小机灵啊 你这么聪明 你怎么把你童叔叔忘了呢 嗯 就你童叔叔 那叫正八方 子面昆仑下 什么叫正八方 你懂吗 东西南北 四面八方 他都正嘛 就是我们大清国朝 三十三路群下 哪一路 也不比童林强 童林 三胖九戒 还有八卦柳 一民似木深掌 不是我这么说 不如这童林 我就那么一想 啊 我确实功夫不如他 你要赶快 拜他为师 嗯 我怕童叔叔不收我 走走走走 我领着你 我领着你 吓啥高兴了 信仰 本来我也想拜童叔叔 可是童叔叔他有病啊 我不敢提这茶 那老人家领着我 那行了 童林这两天 身子骨也硬朗多了 坐在那个屋里边 正闭目养神 帘子板一条 王氏骨顶的孩子进来 童林赶紧起身 哥哥 海川那 我给你道喜了 童林皱眉一笑 哥哥 我仇有千万 起从何来啊 哎 别老说仇话啊 你看看 吴霜这孩子好不好 好 有出息没有 有 我跟你眼见 从今日起 你们俩啊 就成为师徒 你教这孩子武术 你还行不 童林一愣神 这时候孩子就跪下了 师父在上 弟子有礼 王氏骨在旁边一看 屡然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这孩子认识不认增了 刚才给我磕头 现在又给童林磕头 人家答应了嘛 果然 童林摇头 这徒弟不能收 小孩当时傻那儿了 王师傅也很意外 本来王师傅想孩子没有出去 又是我眼前 童林必收啊 怎么不收呢 童林看看王师傅 老哥哥 我呀过去已经收过十个徒弟了 啊这十个徒弟 那就是 御七林 司马良 多辈童子 夏九龄 杨小乡杨小翠 左辈花刀 红月尔 小蛮子 孔秀 并立西林无波 且能好无霸 霹雳狂风 干虎虎小子 还有我的顶门大弟子 穿云不留 过海银戎 刘俊 我收了他们十个 以后 我呀 就跟陆林的朋友说了 我闭门了 我不再收足了 我告诉我这些弟子们 如果他们要见着 哪个晚辈有出息 他们可以收足 你说 我现在要再收下这无双 这不失言吗 啊 王师傅一听 这倒也是 不过这孩子 情失心切 就这么拒绝了也不好 那这个 同龄一笑 哥哥 我看这么办吧 这孩子救过我的命 和我有缘分 如果他看我同龄这个人 还够格的话 我想收他为义子 我是他义父 然后我把我的能力 都传给他 不知道孩子 怨不怨疑 白雾霜一听这话 那小眼泪啊 巴达巴达躺下来 爹地在伤 孩儿有礼 嘿 叫那勤勤劲 甭皮了 同龄和王师傅 可都不知道 这孩子的出身 如果他们要知道 这孩子的爹是谁 他娘是谁 这同龄说不定 还不忍受的儿子呢 那么说这孩子 父母是谁 心说到这儿 天机还不能泄露 您别着急 慢慢听 白雾霜一任 同龄的义父 高情万筛 啊 有这么个父亲 自己啊 这心里边也不失落了 过去啊 都没从心里往外乐过 现在应该千天乐了 哎 第二天 同龄就跟王师傅告辞 同龄说老哥哥 都是因为我和四皇子印针 也就是现在的英政皇帝的关系 江湖朋友们 才冲我帮了英政的忙 然后又被英政给害死了 我觉得我对不起天下其雄 那么现在 我不在江湖道上走动了 别人也别称我为朕八方子令 库伦霞了 我要离天明家 到广东青原山 青原山不离之不远吗 我到那山上出家为僧 这可实处王师傅的意料 但是王师傅 转说就明白了 同龄现在 是心灰一蓝 自己不愿意 再在尘世间走动 当和尚吧 只有这样 他能保持自己心里边的平静 王师傅也没说什么 这还在旁边一听 爹 那您当和尚 那我就当小和尚 我跟您一会儿到庙里去 好吧 孩子我领着你 领走了 通龄 拜别老哥哥老嫂子 然后 把冬霞的小清风 重刚剑 用布包好 留给王师傅 让王师傅 以后要见着二侠 豪杰 或者别的朋友 给二侠烧去 这身老豪杰的敌人 同龄 这才领着孩子 离开城池 七十多里路 上了青渊山 这青渊山 有一座老庙 还庙头虽然不大 可是相当有名啊 叫池天赋 这庙是因人得名 因为早在几十年前 同龄的老师 一些四大名界 珍珠佛 董瑞 曾经在这出家 现在董瑞 已经圆寂了 就已经死了 看着庙的 有个老和尚 叫了物禅师 同龄倒着来一说 他欣然收下同龄 亲自给同龄 落发微生 给同龄脑袋上 掏了好几个疤了 这叫受戒 咱们撂下同龄不表 老侠王师傅 在自己的八卦堂内 是愁眉不宅 因为他只要一想到 图林现在当和尚去了 他就感到自己 有点对不起的 这位老弟 我没有能力 好好开导他 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王师傅 他就坐在自己 这个大心之内 照这个眉 闭着眼 右手轻轻的 捶着这个大腿的时候 就在这大厅的 后处和外面 有一个人 用小手指 沾肚毛 把他装灵指 抠了个牙 争一命 鸟腰 王李正偷偷看 外边这位 轻功不错 王师傅没有听到 那么说外边那位 是谁啊 这个人 四十左右罪 蓝蛙蛙的脸藏 穿了一身 古黄布的挂子 左大心 冲排骨的柳 脚下还登一双 蜡帮蜡顶 牛肩鼻腾骨的 大发鞋 肩膀头 还搭着个前八子 就瞧这长相 和穿戴和同龄 是一模一样 真假 难辨 长天平书